时间就是金钱 这是一种比喻吗 在未来世界 这是一种现实 买东西刷的是时间 结算工资给的还是时间 时间为何如此重要 因为它能让人继续活下去 在这个时代 人类实现了基因技术大突破 每个人活到25岁 就会停止生长 为了避免人口膨胀 时间被作为新的货币 要想一直活下去 就得不断赚取时间 时间归零 生命也就到了尽头 威尔是一位贫民区劳工 为了节省时间 他会跑着上班 买最便宜的咖啡 干最苦最累的活 尽管如此 他仍然和这里的大部分人一样 在生命线上苦苦挣扎 恶劣的环境之下 酒吧成了很多人的避难所 威尔有个酒鬼朋友 是那里的常客 这一天威尔过来酒吧 带酒鬼朋友回家 没想到却在那儿 遇见一个大佬 大佬拥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而且丝毫不加掩饰 要知道这里可是贫民区 这么个炫富法 无异于自寻死路 很快一伙时间劫匪 来了酒吧 路人纷纷闪了个干净 威尔贴生一副侠义心肠 趁着富豪上厕所时 打晕看守将他救了出去 两人一路奔逃 最后躲进了一间大楼 富豪来自隔壁富人区 已经活了一百零五岁 因为觉得活腻了 所以故意来贫民区找死 威尔对此毫不知情 等他一觉醒来时 发现自己竟然多了一百多年 而富豪自然是领了盒饭 威尔为人仗义 报复之后第一时间来到酒鬼朋友家 转了十年给他 剩下的时间足够让他和母亲 过上优恶的生活 母亲刚刚在别区办完事 正打算坐公车回家 让他没想到的是 车票突然涨到了两小时 此时母亲只剩下一个半小时 母亲哀求司机 到了地方再付款 司机却不愿通融 车上乘客也是一脸冷漠 母亲没有办法 只好全力跑步回家 威尔在车站没等到母亲 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奋力向母亲跑去 结果还是没能赶上 母亲的死让威尔极为愤恨 他来到富人区 打算对他们实施报复 富人区的一切 看着都是那么的光鲜 威尔还保留着穷人的习惯 一下车就控制不住小跑起来 再看看手上的时间表 这才意识到 自己再也不用赶时间了 他努力学着富人的样子 文雅进餐 甚至还给了服务生一周的小费 然而服务生还是一眼就看出 威尔不是当地人 为了打进富人圈子 威尔一番精心打扮 接着来到了赌场 和他对局的是一位顶级富豪 拥有几千年的时间 随便一下注就是五十年 威尔没有认怂 豁出性命和他赌了一把 结果很幸运 威尔赢了赌局 身家瞬间飙升到一千多年 富豪哥有个女儿小西 看威尔长得俊俏 对他很感兴趣 还邀请他参加第二天的晚宴 威尔没有让他失望 第二天如约赴宴 还带着他来了一出鸳鸯细水 就在威尔顺风顺水之时 几名时间守卫却找了过来 时间守卫 就是这个世界的警察 专门负责时间的正常流通 酒吧富豪的死亡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威尔因此成了嫌疑犯 威尔申辩说 时间是富豪自愿送给他的 守卫哥却不肯相信 他将威尔的时间全部没收 只是给他留下两个小时的招供时间 威尔不愿坐以待毙 于是趁着守卫大意 冲出房间劫持了小西 两人开着车向穷人去逃去 守卫哥在后头紧追不舍 汽车驶到半路上 守卫哥一个撞击 将威尔撞成了倒车 威尔挂满倒挡 在路上炫起了车技 接着一个紧急转向 总算是甩掉了守卫哥 两人来到贫民区 结果却遇到陷阱不幸翻车 几名时间劫匪 趁机偷走了小西的时间 等他醒来时只剩下30多分钟 威尔将自己仅剩的时间 匀了几分钟给他 接着两人便一路小跑 来到酒鬼朋友家求助 然而嫂子却告诉他 酒鬼朋友报复之后 就拿大笔时间买酒 把自己给喝挂了 此时留给两人的时间 只剩二分多钟 这一下怕是要凉凉了 紧急关头 威尔灵机一动 带着小西来到当铺 用他的名贵耳钉折价换来了48小时 有了短暂的喘息时间 威尔赶紧给富豪哥打去电话 让他拿一千年的时间 交换小西 然而富豪哥不仅没付一分钱 反而派来时间守卫 过来抓捕威尔 父亲的做法 让小西十分失望 当他看到赶来的守卫哥 一个冲动 开枪打伤了他 接着两人抢走警车 再次开始了跑路 考虑到警车太过招摇 两人半路打劫了一辆新车 顺便还抢了一些时间 小西因为打伤守卫哥 和威尔一样成了逃犯 威尔本想放小西回家 但是小西却开始厌恶他的富豪老爹 不仅不愿意回去 反而决定帮着威尔 一起干翻富豪老爹 这是一间时间银行 因为利息太高 民众逮捕期款 就在他们犯难之时 一辆汽车直接冲了进来 来人正是威尔和小西 他们抢走大量时间 还趁机鼓动民众 来了一波喜结 威尔没有独吞抢来的时间 而是将他们分给了无数穷人 他本来以为这样会帮到穷人 然而外流的时间却开始引起混乱 很多穷人被时间劫匪盯上 成了新的牺牲品 威尔和小西也没能幸免 他们来到酒店休息 没想到时间劫匪突然破门而入 拿枪控制了他们 劫匪头子是个变态 抢劫前还想戏耍威尔 非得逼着他和自己搬什么手腕 这下却给了威尔机会 他假装就要落败 然后趁对方麻痹之时发起反攻 再掏出备份的手枪 解决掉旁边的小弟 让时间劫匪输了个精光 劫匪虽然挂了 但是穷人的生活并未改善 富人们抬高了商品价格 反而让穷人的处境更加糟糕 为了彻底扭转局面 两人决定干一票大的 小西来到家族总部 吸引住保镖注意力 埋伏在保镖队伍的威尔 趁机控制住富豪哥 将他带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内有个巨大的保险箱 富豪哥信奉逝者生存 将达尔文生日设为了密码 威尔打开保险箱 在里头发现一个时间存储器 里面保存了上百万年的时间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大部分人的死亡换来了极少数人的永生 威尔对此相当不满 他将富豪哥困在办公室 接着便和小西逃离了公司 守卫哥那边很快收到警讯 再次赶到贫民区 将威尔截了下来 威尔将存储器交给小女孩 让他将时间分给众人 趁着街道混乱 威尔和小西再次逃脱 守卫哥开着车赶上他们 要将他们捉拿归案 就在此时 守卫哥的时间却走到尽头 就这么领了盒饭 守卫哥死后 威尔和小西没有停止他们的事业 他们化身雌雄大盗 成了富豪老爹的噩梦 这部时间规划局 充满了对现实的隐喻 绝大部分人牺牲他们的时间 让极小部分人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 要是有一天 你也面临同样的处境 你会做何选择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